- 蔡天鳳攀絲案 蔡天鳳攀絲案 現場檢獲外套有錢交沽DNA 蔡姆現任老爺、奶奶任控方證人 曠視一家還押7月31日再訊 名媛蔡天鳳Abby 在大埔隆美村租肢解攀絲 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龍城法院提堂 控方透露涉案私家車的乘客委血跡 涉案村屋發現的兩個人體下肢和煲 經DNA檢驗之後 發現屬死者蔡天鳳 村屋裏也發現一件外套 有錢加菇李瑞香的DNA 控方續指現在新增三名控方證人 包括死者母親、現任奶奶和老爺 案件將額後至7月31日再訊 蔡天鳳的錢加菇李瑞香 今天申請保釋被拒 另外疑似協助潛逃的兩名被告逐准保釋 但期間另增加一項條件 即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 蔡天鳳前夫礦港治和前家庸礦球 和前大伯礦港傑 早前被控謀殺和妨礙司法公正等罪 另外一名遊艇公司職員林訊 和前夫的女性友人潘巧言 涉協助前夫潛逃 而被控一項意圖妨礙拘捕或檢控罪犯 要用好的表現保護你們 盧漢廷Anson Lo昨晚在Chill Cup頒獎 奪得年度男歌手金獎 同時憑永順街39日 拿到年度流行歌曲獎 事後Anson Lo在IG貼了 拿著兩個獎的相片 表示昨晚忍著哭 又說這張成績表是給教父 教母教姐和每一位支持他的人 她還說最近壓力很大 準備新歌新劇等等 每一項工作都很有難度 她感激投票給她的神徒 還一度吞爆表示 要用好的表現保護你們 還表示會繼續努力工作 按摩